啊 冰干掉了 没差啦 五秒钟捡起来还可以吃 大错特错 美国食品科学教授针对五秒法则进行实验 让食物分别掉在不同材质 并停留五秒 十秒和六十秒 结果发现同样的材质不同时间 食物所沾到的细菌量几乎一样多 证明一旦结束 细菌会立即转移到食物上 所以如果你不介意食物掉到地上的话 其实你可以慢慢捡起来吃哦 你知道为什么百货公司的专柜人员 明明都待在室内却知道外面下雨了吗 原来是百货公司的配乐暗藏玄机 如果外面下雨了 就会播放古典音乐提醒专柜人员 如果周年庆的目标达到了 则会播放亢奋的嗨歌提振士气 甚至遇到安检 还会播放星际大战的主题曲 专柜人员 这时就要打起精神啦 你有发现爆米花的外形 有的像蝴蝶 有的像蘑菇吗 除了玉米粒品种有差别 关键在于压力 当玉米粒受热时 里面的水分会转为水蒸气 一旦水蒸气产生的压力 超过玉米外皮承受的极限 玉米粒就会爆开 成为爆米花 所以如果加热太快 玉米粒外皮承受的压力不均匀 就会爆出蝴蝶型爆米花 反之受热均匀 就会出现蘑菇型爆米花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